聯準會降息後 美債公司債是極端點還是建高點呢 聯準會基準利率的往下售 不管什麼債券都有機會向上達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到底要買公司債比較好 還是買一些政府債券 對對對 這樣看不出來 是很配 昨天我這樣看過 平常我講笑話你都會笑 你今天特別感覺有歐包 我喜歡愛笑 我喜歡大笑的 哈哈哈 對啦 真的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牙牙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澤澤郭忠 來看一下投資必修課 登登登登 聯準會降息後 美債公司債是極章點還是建高點呢 0679B 0687B 0937B 0751B 好多B喔 到底是什麼 是美債公司債最夯的這幾種債券 到底是要買還是賣 我們不只是比較時間點 還告訴你美債公司債 沒有財經節目做這種東西 我們來比較一下 我們要三位專業分析師 第一位 何姬鼎分析師你好 在聯準會降息過後 因為其實聯準會基準利率在往下售 不管什麼債券 其實都有機會向上漲 那大家一定非常好奇說 到底美債比較好 還是公司債 還是投資等級債 好多債券的ETF 那我們今天就好好的跟大家比較一下 到底美債跟公司債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值得買 要不要賣 好不好 那所以今天我們會仔細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看完 老師你講的好像你是主獎者 你都把主獎者的東西講完了 你明明就是別人主獎 對 你講的很奇怪 你的身份很奇怪你知道嗎 好啦開玩笑 我也可以主獎 一個主獎 專業性 老師其實這一部分很厲害 老師的賴要記得加一下好不好 楊綠華分析師你好 來 主長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覺得福利社下的標題 真是每次都蠻嚇人 他說降息之後 到底是期展點還是見高點 我先跟各位講 我的結論基本上債券來說的話 降息之後債券還是會 緩步往上攻擊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到底要買公司債比較好 還是買一些政府債券 那等一下就請維太老師 來幫各位做分享 你們兩個不是一樣東西嗎 幹嘛需要你們 來 好啦 我講到都有點心虛 沒有 很心虛 你是不是主獎者 我正前講 你是不是主獎者 沒有沒有 你要講 你知道我剛剛內心怎麼想 你知道聽一下我心裡話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債券老師想的跟我想的都一樣 那我等一下到底要講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分析師 分析師很好擔 擔主持人比較難擔 你有沒有覺得 你知道我剛剛 我剛剛真的是這樣想 然後想說到底要講什麼 沒關係 我們請教第三位 陳維太分析師你好 維太老師你好 老師你好 老師你快點上來 我送不了三個那個 那老師不要再重講一遍 你要買公司債 你要買公債還是公債 來請看我們說分明 好 老師那個老師 雅雅來站你旁邊 你感覺怎麼樣 有壓迫感 壓迫感 對 他穿高跟鞋 不穿高跟鞋OK啦 有壓迫感 雅雅來我教過你了 怎麼樣 對對對 不要這樣 不要蹲著畫面 對對對 站著看不出來對不對 是不是很配 昨天我這樣看過 那不錯 那是你治癒於人 老師來 聯準會降息 來 美債還能買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聯準會降息之後 美債的最後一段 就要準備噴出去了嗎 我們看到 市場運期聯準會降息之後 大家會關注什麼 他降息之後的說法 降息一碼或者兩碼 似乎不是最重要 而他是要關注到他 對於未來經濟展望的一個說法 那如果說市場這樣認為呢 在接下來這個勞動力 市場持續的一個疲弱 那可能會不利於這個 所謂的經濟的軟著陸 那麼這個就影響到聯準會 他未來的一個降息路徑 OK 那目前我們來看一下 全球央行的一個降息潮 似乎已經正式展開了 全球已經有57%的央行 開始降息 這是 這是一個比例 對 57%的降息了 對像是英國 那些什麼歐洲的一些國家 其實早就已經撐不住了 他們都開始去做降息 所以這一次呢 這個美國 美國啊 加拿大 對 北美的那些國家 都已經有開始去做降息了 歐洲國家都降息了 對 美國還死不降息 總算他降息了 是 他有一個國家 要升息 死不升息是不是 他有一個國家 這個死不降息還升息的 日本啊 他好像最近要去日本的 可能要很貴啊 可能日元很貴啊 是不是 你說 對好 所以這一次啊 這個美國聯準會的一個立場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在先前呢 已經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析過幾次 降一碼跟降一碼 對 現在應該已經出現了 已經決定好了 對OK 那如果說降一碼的話呢 代表呢 這個經濟軟塑入的機率很高啊 那這時候呢 當然債市是有利的 會往上漲 那麼對股市的部分來講呢 這邊也是有利的 他也是往上漲 可是如果說是降息 狀兩碼的話呢 硬塑入的機會就比較高囉 那這時候當然 那個債券市場還是會上漲 因為他相對比較有利 但是可能對於這個 所謂股票市場 就不一定有利 但是呢 我們講 最近可以發現到 非常多的人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我個人認為 我們岔開話題 我認為就算 聯準會這邊去降息兩碼 對台北股市 也只是一個什麼 短空中多的一個格局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這個熱錢就會開始 從美國市場回到台灣的股票市場 那所以台北股市很可能就會出現 先蹲後跳的表現 反而有利我們第四季的一個資金行情 有利喔 那兩碼一碼都覺得都有利 是的 都有利 你覺得 硬塑入的機率高 兩碼雖然是對股市影響不利 可是之後 對台灣來講 反而是有機會迎來所謂的資金行情 對 所以不論怎麼樣 我覺得都是 都是中產期都是利多 再次股市都是一樣 這樣說沒錯嗎 再次一定是 那股票市場要看 就是我們的利率的變化 利率的變化 兩碼可能不太好 可是 如果利空出境的話也有機會漲 這樣有沒有可以 好 重點是接下來 因為一碼兩碼不重點 重點是有沒有可能降到 比如明年降到8碼 甚至說降到零利率 所以降息這個循環過程中 因為 降息是個循環 很少說降下去以後 又拉起來 降下去很少見 至少這20年沒有見過 好不好 沒有錯吧 以前有 1980年代有 至少這20年還是降息 就一路降 所以降息這個整個循環 它就有一個循環 一個cycle 到底該買美債還是公司債 老師美債是什麼 公司債是什麼 老師我們稍微講一下 美債優點缺點是什麼 來 所謂的美債 這邊講美債 其實應該是說美國的公債 不是比較美的 沒有什麼美債 跟醜債 好 它的優點就是說 因為美國政府所發行的公債 老師我還記得一件事情 他說有個影片 他說有個美女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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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生怎麼有點胖 胖不代表不是美女 不代表 我不代表我有歧視她 再講美女 美國女子 要跳樓 美女 OK 符合這個美債 好不好 不好笑嗎 老師我覺得這個笑話你會喜歡 我很難過 對啊 你在雅雅在 沒有差 沒有差 因為我想明白我要打個差 愛心 你是愛心愛我的 假設他是差 這個叫差 我沒有我不以解釋 下次把我準備抄好不好 沒有 這美債真的好笑 裡面只有雅雅 你看你說難怪她當主持人 就是要配合老師 你今天雅雅一來的時候 你都平常我講笑話你都會笑 你今天特別有那個 感覺有歐巴味 不要這樣子老師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好 好 所謂的美債就是 阿雅雅你喜歡這種 明明就是很愛笑 故意在你面前不笑的嗎 還好 還好 他說還有什麼意思 就是喜歡更活潑開朗 就是喜歡更活潑開朗 喜歡愛笑 愛笑 老師有沒有 對 對啦 真的 是不是 這個給你全 是不是 老師 美女 原來有差 原來有差 老師 美女要跳樓 結果反而是美國女人 比較胖一點的 好不好笑 好不好笑 是不是好笑 老師 你看雅雅就喜歡 你看雅雅笑得多多開心 她就喜歡你這種 老師 美債 美債還沒跳完 美債 應該就是說 美國政府所發行的一個債券 那當然 美國政府要去違約的機率 應該是很低的 所以在這邊講 她優點是屬於信用風險極低 但是呢 有一好 就沒兩好 你的違約風險低 那當然 那你所拿到的這個所謂殖利率 就一定相對比較低 OK 好 另外一個公私債 公私債就是 普遍來講就是不是美國政府發的債 就是一般 一般的民間企業 或者金融機構的發的債 OK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它殖利率會比較高 那麼信用風險 可能就會比剛剛的 美國的公債還要高一些些 OK 好 那到底哪一個比較好呢 我們趕快來 我們趕快來去做一個比較 好 我們用這個四檔 這個債券ETF去做比較 那前面這兩檔呢 分別是公債的代表 原大美債20年 還有國債20年的美債 他們都是投資這個美國政府的公債 差不多啦 對啦 就差溢價與余佛啦 你要幫他買隨便你的 因為買東西標的是一樣的 是啊 就算你要買0050 還是買002080 你開心就好 是 對好 那右邊這兩個呢 則是在這個公司債的一個代表 是 群英AESG頭等債 然後原大AHA的公司債 是 他們這兩個這個所謂公司債 ETF代表他們規模都蠻大的 是 2202億跟1651億 那一個是月配 一個是季配 老師 是不是這個 因為月配季配的差別 差別 他指令率的差低 高低 其實我跟各位講 不是因為月配跟季配的關係 不然什麼 為什麼可以差那麼多 很可能 不是平準金的關係嗎 不是 很可能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你知道 現在其實發行季配 跟發行月配的ETF 他們是有那種流行性 在半年之前發的都是屬於季配 對 然後最近才發的 大概都是屬於月配區多 好 那你最近才發的這些的一個ETF 他所去 去這個 構建他的這個成分債的這個債 基本上他是屬於新債 那新債他的債息值會比較高 會比較高 因為現在還沒像以前 因為舊債基本上都用舊的利率去評估 可能是以前那時候3% 4% 最近好像 群英某個頭等債應該這個 藉由他買一些公司 就是介於熱視債跟頭等債之間 因為他們有說信憑公司 三大信憑公司對不對 只要一個 是有把他當作頭等債就可以了 所以他有些利率比較高 也有可能對不對 有些資利率比較高 我記得群英最近也有發一個 非頭等債EDF 也有 你講的是另外一個 我講的是他們 就是我這樣講好了 他的標的裡面現在算是頭等債 可是這個頭等債你也不知道 是哪一家公司 他可能買資利率比較高的 是不是有可能對不對 他應該都會挑這個票面利率比較高 對 應該是票面利率比較高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可是利率如果老師不是平准金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理論來講 利率越高風險越高 沒錯吧 就看他的成分 對 我說理論來講 先不要管新舊差別 如果同一時間 對啦 同一時間的話 因為新舊的話 有可能是因為時間關係 之前3%發的利率 跟5%發的利率不一樣 對 同一時間的話理論上利率比較高 風險比較高 不過我們還要考慮到 時間的問題 好是講重點 老師我們繼續看下去老師好 好 那我們趕快來幫大家去做一下回測 因為降息有很多種 對 知識有很多種 知識有兩種而已 所以老師降息有哪兩種 還是這邊回測什麼老師 來 我們先講回測的標的 一個就是美債代表 S&P 20年期的公債報酬指數 另外一個是公司債代表 就是美齡投資等級的指數的報酬指數 OK 那我們回測時間 是從1990年到現在聯準會啟動了五次 降息循環的一個總報酬 我們看一下這五次到底是哪五次 分別是第二次的石油危機所造成的通膨 當時降溫的時候 那麼聯準會進行降息 然後第二個是經濟過熱所造成的通膨降溫 這個是通膨溫和下降的一個情況 那麼後面這三個包括像網路泡沫化 房市泡沫化還有預計經濟衰退都是屬於一個嘛 經濟衰退的類別 然後所導致聯準會的降息 所以很多2000年人說降息股市要崩 不是 是因為經濟衰退股市崩才降息啊 要搞清楚 但是他們都沒做2000年之前的好不好 看一下時間怎麼我們拉遠一點點 這一次是2000年以後 一個是1995、1989的 不好意思你看老師一看就知道 是他1989年之前就出生了 你要拜託一下 不然不是嗎 1989年現在也才幾年而已 是是是 我有笑 但是是苦笑 是苦笑 你看靜雅是不是喜歡苦笑男人 苦笑男人 我喜歡大笑的 大笑的那種 老師你1989年 你1989年就出生了對不對 老師要配合喔 你看他笑得很開心 他今天真的他喜歡這麼幽默的老師 我們看一下 老師這麼幽默的老師真的很帥 我第一次覺得那麼帥 老師我也喜歡大笑男人 是 一直不笑 快快快 靜雅老師 好啦 他喜歡我這個點是不是 來老師來看一下 通膨溫的下降造成降息 來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通膨溫的下降所造成的降息的一個統計 那麼分別兩次 第一次 第二次持續危機所造成通膨降溫 當時降息循環時間是1989年 5月份到1992年12月份 那個時候降息對不對 美債會漲 可是當時並不是因為經濟衰退 所以公司債也漲 但是這兩個這個漲幅 我個人看法是波動之間 波動之間 還好 另外一次 第二個 不是第二次 經濟過熱 經濟過熱所造成的通膨 當時是1995年7月份 到1998年4月份 通膨自然而然的下滑 是的 這個時候降息 美債當然是漲 那公司債還是漲 還是漲 美債漲比較多 對這個時候 美債漲比較多 所以其實這兩次加起來的平均 你們可以發現到 平均美債它上漲幅度是43% 那麼公司債上漲幅度是35.4% 是 降息循環期間 目前為止看起來 如果是通膨溫和的下滑的 反而美債有機率漲的比公司債多 對 就算它輸的時候也輸不多 是 所以平均起來是可能漲比較多 對 哇好特別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是景氣衰退 好 景氣衰退造成降息 老師我們看一下 網路泡泡化的時候 我們說是2001年到2003年 對 當時啊這個降息所造成美債是上漲 29.7% 我們拉遠一點就好 老師你說 然後公司債是上漲30.1% 欸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下面 你要看下去 對 房市泡泡化那一次啊 2007年9月 到2008年12月 2008年12月 2008年12月 對那個時候降息 美債竟然大漲了40% 哇狂贏 公司債還小跌4.5% 啊這樣聽起來我想買美債了 好老師你去說 再來 預防經濟衰退這一次啊 2019年7月份到2020年3月份 美債也一樣漲 漲28.1% 公司債有漲 但是他只漲了7.1% 個位數的漲幅 是債勤這樣子算差很多欸 一個平均32% 一個平均10% 那如果是幾億衰退 那贏更多 對 如果是溫和的通膨下滑 小贏 可能是薄重時間或者是小贏 哇一個小贏就大贏了 所以結論啊 來 這個就我們剛講的 好 如果降息原因是因為通膨溫和下降 或者說我們常常講的軟酌路 那這個降息期間啊 美債的平均漲幅是高達43% 公司債是35.4%而已 小贏可是也贏很多 8.5勝出益也贏很多 是 那如果說是經濟衰退情況之下 所造成的降息 我們常常講硬走路 美債呢 漲了32.6% 公司債卻只有漲10.9% 老師可是重點是 我們現在不知道是軟酌路還是硬酌路 說實話 就是要看接下來就是這個 聯準會啊 他在這個所謂的 決策會議之後的說法 說法 他的定調是如何 接下來持續說法 還有就業數據 景氣數據 PMI 這些非農就業 所以老師那我都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看起來美債是最好的解決方式 進可攻退可 我們看看結論老師來 很多投資朋友 尤其是一些這個所謂有錢人 他們喜歡買公司債 是因為公司債的殖利率較高 但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如果說 這個碰到這個所謂 金融海嘯等一些所謂的金融風暴 那這時候可能導致公司的違約率上升 那這時候導致價格下跌 那失去避險的一個作用 這個是買公司債的人 可能會面臨到的問題 好 不好意思我們講第二點 其實小編就把他刪掉 第二點是因為 在海嘯之前投資40型的ETF 比如說0050 0056跟美債比 0050跟00608跟美債比 好像也要七八年的時間 才能回本 才會回本 當然可是如果不是衰退型的 是通膨問問下滑的40型ETF 好像也不錯的一個選擇 不過我們今天比較是美債跟公司債 對 私事兩種 債券你就是拿最穩的錢 拿最閒的錢 把放在銀行定存的錢拿去 買美債就沒錯 看起來好像不錯 老師謝謝你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一些選項 來美女來 愛笑的男生喜不喜歡 老師怎麼回去了 老師怎麼回去了 你看他叫你要過來 你看這麼活潑 等一下 講好了 畫面給他沒事 是不是 看男才女貌 夠了 這樣太刻意了 我就不好 太刻意了 好不好 其實老師今天是鞋子穿比較平底鞋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經理老師你有什麼想法 其實這樣看起來就是選美債沒有任何的懸念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另外買債券的好處就是 其實債券是免稅的 只要你就是低於最低稅付670萬之內 其實債券的配息都不用稅 經理老師會再提高那個免稅基金 對670萬會再提高 那對大家就更有利 所以我覺得美債是蠻值得大家去做長期投資 好 那個玉老師 經理老師想了30分鐘總算想了一個新的梗 你有什麼想法嗎 基本上結論是一樣 一樣是買美債 因為他是出乎我意料的答案 因為我一開始看那個標籤的時候我以為美債跟公司債報酬率會差不多 我真的所以看出來的話 因為現在不敢是軟著陸跟硬著陸其實都有聲音 所以我現在看起來最安全的方式 現在買美債就對了 也不用去考慮公司債 因為公司債人家以為值利率高個2%看起來沒有 因為這個把值利率都算進去 所以謝謝老師我也嚇一跳 所以有時候我喜歡當福利社的主持人 是因為真的可以學到很多薪資 被迫啦 不然有時候真的當主持人也蠻累的 可是學到很多東西一點也不累好不好 所以見習後到底美債公司債 到底是起產點還是建高點 看起來是起產點 都是起產點 可是比較好的是00679B 0087B 就是美債的20年美債是比較好 所以歡迎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好不好 也歡迎大家董內贊助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在業配的喔 沒有業配這不是業配 所以更需要人贊助 按超級感謝1000塊也好 100塊也開心啊 每週到週五晚間8點上線 135減盤影片 24教學影片 最短之況 謝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喔 這樣 大局大力多 哇 喔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是歌神 邀請 買這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之期 走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 二月一周 晃大股 閃千道 開始搶打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的財富fre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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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自由 誰能快的告訴我 你會好 你會好 感覺好像低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好厲害喔 我今天看到我好愛 我看過 看空出下的球 都沒有 這沒錯吧 右邊是水 賣酒奔 買這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之期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最最高 燒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一二十交前禮店 一二十交前禮店 十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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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看過